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沙特十分沮丧,爱国者导弹名副其实,只爱美军不爱我。 3月26日,胡塞武装向沙特境内发射了7枚弹道导弹,其中3枚射向沙特首都利亚德,剩余4枚射向野门与沙特边境。沙特方面发射爱国者导弹予以拦截。 据沙特媒体报道,导弹被尽数拦截,但是有一枚拦截弹残骸落到一处民宅,造成了一死二伤的后果。 据媒体后续跟踪发现,伤亡的平民并非沙特人,而是埃及人,就在沙特使用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胡塞组织的弹道导弹时,有视频流出。 视频中一枚爱国者防空导弹发射后,在空中急转之下,朝着发射车附近砸了下来,索性并未造成人员伤亡。 此次凌空超级激动,让爱国者这款享誉世界的防空导弹,再次出尽了阳相,其真实战力再度遭到了世界的怀疑。 爱国者导弹系统是美国洛克希德·马丁公司,研发的一款性能先进的防空导弹,其最新的爱国者。 3、PAC-3导弹系统,是在爱国者PAC-2系统的基础上,通过改进或控系统,并换装新的导弹而成的一种全新的防空系统。 爱国者3主要防御的是进程和中程弹道导弹、巡航导弹,以及其他气动力目标,如固定义战机等。 爱国者导弹由于宣传得力,被很多美国的盟友国家所购买。 就在3月21日,沙特王储穆罕默德·本萨勒曼访问美国,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新的大额军购订单。 总额125亿美元,购买飞机、导弹和护卫舰等一系列武器装备,不知道此次防空导弹发射失败,对这笔交易有没有后续的影响。 其实,爱国者导弹一直问题重重,此次发生在沙特可谓并不稀奇。 早在2004年左右,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就曾经报道过这样一则消息。 经过严格的测试结果,美国人发现爱国者导弹存有潜在故障,必须尽快撤换中东及韩国数百枚爱国者导弹,随后美国将中东沙特等国的爱国者导弹运走。 当时,媒体猜测,此次导弹故障最大的,可能是由于无线电频率,像B转书装置故障,该系统主要让导弹与雷达通讯, 已实现雷达导航,爱国者导弹存在故障,还一直得不到解决。 在2003年左右的时候,终于酿成过一次事故,那就是爱国者导弹软件出现问题,敌我不分,其发射升空后,导弹直接飞向了在科里特边境地区的一架, 准备从伊拉克返航的英国皇家空军的旋风GR-4战机,该事故直接造成了两名英军飞行员死亡。 再后来,爱国者导弹竟然胆大包天地叛国,瞄准了F-16战斗机,集中升至的F-16战斗机飞行员,发射了一枚导弹,摧毁了爱国者导弹的制导雷达,才算化险为夷。 可见,爱国者确实存在一系列的问题,此次在沙特发射失败,再次验证了其本身的存在的弊端。 圣明之下,其实难复,这就是爱国者的真实写照,像。 星期日后的表现将更加迥态摆出,历任张扬尊重内容,从尊重作者开始,转载,合作请私信连续。